在这段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挺威力十足的轻机枪 它出自于著名枪械设计师约翰·摩西·伯朗宁之手 它就是伯朗宁M1919轻机枪 作为一代经典名枪,它对二战后的美国枪械研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M60轻机枪和M16突击步枪 1917年初,伯朗宁向美国军方展示了它研发的水冷式重机枪 同年5月,该枪被美军选定为制式武器,并命名为M1917伯朗宁重机枪 到一战结束时,M1917总计生产了56608艇 一战结束后,机械化陆军开始展露头角 笨重的M1917水冷式重机枪无法安装在坦克和飞机上 也难以随同步兵快速机动作战 因此,伯朗宁开始在M1917的基础上进行改进 它将M1917从水冷式改为了细冷式 安装在坦克上的被命名为M1919和M1919A1 骑兵专用的则是M1919A2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改进型是M1919A4 该枪全长1041毫米,全重14.05公斤,三脚架重6.35公斤 它采用了枪管短后座工作原理,卡铁起落式闭锁机构 发射7.62×63毫米全威力步枪弹 枪口出速度853米每秒,有效射程2000米 比论射速500发每分钟,战斗射速120发每分钟 M1919在美国和英国等多个国家被称作中型机枪 有些国家也把它叫作重型机枪 这里我们还是把它归类为轻机枪 相较于同世代的轻机枪 M1919A4显得过于笨重 加上三脚架后重量超过了20公斤 单兵无法快速协行 于是,伯朗宁继续改进,研制出了M1919A6 A6型最明显的外观特征就是那个鱼尾型的枪托和前部的两脚架 然而,该枪还是重达14.7公斤 远超德军的MG42通用机枪 而且在枪管过热后,至少需要三分钟时间才能完成更换 M1919A6是一个不太成功的改进型 因此,直到朝鲜战争 美军还是以M1919A4作为主力装备 M1919作为二战时美军的制式机枪 用途十分广泛 著名的M4谢尔曼坦克车体内 就安装了一艇M1919A4 由右侧的副驾驶兼任机枪手 备弹4750发 有些型号的M4车顶 除了安装M2重机枪外 还安装了一艇M1919A4 这些机枪除了负担防空任务之外 还可以大大加强坦克对轻型目标的反应能力 节约主套弹药 强化了坦克近战时反复兵的能力 M1919A4还被安装到了美军的威利斯吉普车上 这样一来,可以大大增强机枪的机动能力 或许上世纪80年代的皮卡战争 就是受了吉普加机枪的启发 在中途岛海战中 大显身手的美国SBD 无卫式俯冲轰炸机后部 装备的两艇AMM2航空机枪 也是由M1919衍生而来的 这种航空机枪 使用.30-06斯普林菲尔德步枪弹 为了减轻重量 该枪的枪管和弓弹机臂 要比M1919更薄 AMM2航空机枪 当时普遍装备于美国军机上 直到战争后期 才被12.7毫米口径的 M2重机枪的轻型枪管型所取代 英国则把M1919的衍生型机枪 称作伯拉宁.303MK2航空机枪 其发射英致7.7毫米口径子弹 射速为每分钟1150发 枪口出速度811米每秒 该航空机枪被英国皇家空军 安装在战斗机的机翼上 也用作轰炸机和侦察机的机头机枪 到战争临近结束时 轰炸机的机头机枪 也被M2重机枪所取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美军步兵班装备的BAR自动步枪 弹匣容量仅为20发 而且无法更换枪管 因此M1919成为了重要的 连击步兵支援火力 但是M1919转移阵地时 需要至少两人操作 一人负责扛机枪 另一人负责扛三脚架 还要有人携弹药箱随行 在西线战场上 M1919A4遇到了划时代的 MG42通用机枪 单纯从纸面数据对比 M1919A4的性能 相对于MG42 几乎是全面落于下风 论射速 M1919A4的射速为 每分钟400至600发 而MG42射速高达 每分钟1200至1500发 重量上 M1919A4是14公斤 比MG42的11.15公斤要重 M1919A4更换枪管 需要至少一分钟 而MG42更换枪管 仅需3至5秒 但是战争 从来就不是靠单一武器取胜的 美军在海陆空火力 以及后勤补给上 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M1919 作为这个体系中的一分子 自然也能把威力发挥到极致 在战斗中 M1919能够输出大量的火力 加上它结构坚固 性能可靠 无论在诺曼里水积滩头 还是在冰雪覆盖的阿登森林 M1919的发挥 都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直到纳粹德国战败投降 在太平洋战场上 M1919被安装在美军的两栖登陆艇上 作为抢摊登陆时的火力支援武器 在美国参战初期 海军陆战队的编制中 每个步兵营有一个武器连 一个武器连由四个牌组成 其中三个牌为机枪牌 装备有四挺机枪 外加一个81毫米迫击炮牌 1944年海军陆战队进行了重新编组 机枪牌和步兵连合并成一个新的步兵机枪连 机枪牌 新的步兵作战单位 由三个各有两个班的分队组成 配备有六挺M1919A4 外加六挺M1917作为备用 和西线装备精良的德军不同 作战思想还停留在一战时期的日军 装备的96式和99式轻机枪 威力不如M1919 而笨重的92式重机枪 在和M1919的对射中也落于下风 因此M1919在太平洋战区风投尽险 为了能让M1919在行进间射击 海军陆战队的机枪手采用了简单的方法 除了使用十面手套外 还自制了简单实用的 由粗铁丝制成的提拔 无数采用密集阵型冲锋的日军 在M1919猛烈的火力下 成了枪下亡魂 中国作为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国家之一 通过租借法案 获得了美国的军事援助 其中就有伯拉宁M1919 这些机枪在解放战争中 有很多被解放军缴获 朝鲜战争爆发后 M1919依旧是美军最重要的步兵支援火力 而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也装备有这种机枪 所以在战场上就出现了两军的M1919相互对射的场面 志愿军发现 朝鲜寒冷的冬季很适合气冷式机枪使用 而缴获的美军子弹 则可以弥补志愿军后勤补给的困难 在长津湖战役中 志愿军第九兵团的很多一线部队缺乏机枪火力 此时少量装备的M1919 就成为志愿军部队重要的支援火力 这些机枪给美军造成了重大伤亡 在志愿军大规模换装苏制郭琉诺夫重机枪之前 勃朗宁M1919都是志愿军武器库中最好的机枪之一 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 无论是法军、美军还是越军 交战各方都大量使用了M1919相互射击 M1919的可靠性 在越南湿热的丛林环境中经受住了考验 它作为美军的知识装备 一直使用到了1950年代末期 才被M60通用机枪逐步取代 不过在部分北约成员国 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军队中 M1919服役到了1960至70年代 直到第四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的肖尔卡特坦克装备的M1919 依然还在战场上浴血奋战 时至今日 仍有少部分国家的军队在使用这种机枪 M1919作为一代经典名枪 无论是在民间枪械爱好者的心目中 还是在军事题材的影视剧中 都拥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